欢迎收看由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带大家 这个多使用算起不等事啦 透过使用它来去了解它 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子 有什么特色 以及就是让自己能够在 遇到题目的时候熟练的写出来 X乘Y是98 那X加Y小于等于28的话 求X加3会等于多少 像这样子的问题 那如果你还记得 我们上一集教的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快速的1加的那一策略是 所以有乘有加1加的这一策略是 我们会写出X加2Y 不要想这么多 想说这里小于等于 那我又不要写28呢 不要管那些 用加的X和2Y列一个算起不等事 我们已经解释过 为什么算起不等事可以成立了 那对于任何正数它都会成立 这件事情是没错的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凑出题目可能会需要的东西 那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把能够带进去的数字都换掉 那注意这里X加2Y不要换28 因为它是小于等于28 不是说它真的就是28嘛 对不对 那我们能换掉的是这个XY是98这里 那所以把它换掉 我们会得到 2乘以98是196 然后它等于说可以开根号 然后呢它我们回答X加3Y等于多少 而且你看我这大一等于这小一等于 所以在这一题呢 利用这个例题也就是让大家再多学一件事情 我讲一上放的题目 大概都会每一题都比前面多一些东西可以学 才会把它放进来 那就是说我们这里算起不等事 是人世间的真理 它是被证明过一定会成立的 所以1 算起不等事 那真的考试的时候 你不见得要写这一句 但是 抄笔记的话把它抄上去 1算起不等事 我们可以得到X加2Y会大于等于28 然后1 题目的限制 那你题目又说 而且它要要求 X加2Y小于等于28 那相信有聪明的学生已经观察到了 怎么样 这两个都要成立啊 这是人世间的真理啊 这是题目的要求啊 所以怎么样 我们会得到一个结果 就是 X加2Y呢 就得是28 而此时 就会刚好是这个算起不等事等号成立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一定要大于等于28 你又要求我一定要小于等于28 那我只好就等于28吧 可是要我等于28 有条件啊 这个条件就是怎么样 算起不等事要 左一半会等于右一半嘛 会等于 这个整体的一半 所以这个时候X会等于2Y会等于各自一半14 也就是说 X等于14 Y等于7 那么X加3Y就会等于30 这样可以吗 这一题 所以说呢 他在这里呢 有两个部分要学习 第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要用 这个前一集所学的 能够按照题目 用加的这边列式 把数值带进去 整理整理整理 但是他这一题多的一个东西就是说 我接下来不是说 当这个什么样有最大值 而是他题目已经限制了我 X加2Y要小于等于28 看起来好像跟我这个有矛盾 其实他夹了一个刚刚好成立的点 就是等号成立的时候 来去诱发这个X等于2Y等于一半14 于是就可以回答 可以吗 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一件事情 这个被当成一种定理 或者说公式在背 任何的正数N 跟他的导数N分之一相加都不会小于 我一个数 我可以告诉你他答案是2 那为什么呢 我不能选很小很小的数吗 因为你N如果选很小很小的数的话 你的N分之一就很大很大 所以 任何正数跟他的导数相加都不会小于2 不过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从算计不等式证明 很简单 很简单 因为N加N加1 N分之一 我们把N分之一当成B N当成A N分之一当成B 所以N加N分之一 G2会大于等于 根号的N乘N分之一 那因为N乘N分之一是1 所以这里是1 对不对 那这个乘过去啊 所以你就会得到N加N分之一会大于等于2 所以任何正数跟他的导数相加都不会小于2 这样 基于这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一题 那我现在给你提示 下面这题你会用到这个词 你可以按赞理想一下他要怎么做 这一题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性的现象 什么现象呢 那就是这个军备竞赛的产物 原本知识是我们刚刚讲这个N加N分之一 会大于等于2 那我说它变成好像定理一样的东西 大家都记了 既然大家都记了 考它就没意义了 答案就是2 那不用算啊 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啊 不然你就背了吧 对不对 那所以怎么样呢 我不要考N和N分之一 我考这个N加5 这样子可以吧 但是问题是 那好吧 于是有人考了这个 然后有一些学生混乱了 不知道该怎么写 然后老师跟你说很简单啊 这就是A就是B 同样的道理嘛 或者你把这个当成A 这就是A和A分之一 这就打1.2 哦 对耶 于是就怎么样 再升级 N平方加N加5 看可不可以 吓到一些人 那这个 结果怎么样 还是 还是2嘛 对不对 那好像这样也没什么好考的人 那怎么办呢 又很想要教学生这件事情 要考一题 所以就 这样子 就问你说 如果我这里 加1呢 那这样要写什么呢 那你可以想一下啦 对不对 所以就像这样这一题 我这里是 n平方-4x 下面是n平方-4x 加4 求它的最小值 那这样讲你就知道 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归到 刚才讲的 n加n分之一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这两个东西要写一样的 那因为下面这一个不好去破坏它嘛 但是上面这个很好调整啦 我帮你加4 你就可以跟分母一样 所以我们先写这个 网球 就是我先去球 那会发现它其实怎么样 会发现这个最小值是2啦 那应该都知道我在写就是x平方-4x加4啦 虽然有一些字 没有太整齐 小小的 那所以这里乘起来是1啊 这个2翻过去你就会得到 这样为主要是一样的 主要是一样的 ymn 階段性目标达到 然后再怎么样 重检视啊 所以答案就是-2 可以吗 来看这一题 说XY都是正的 而且2X1加3Y1等于10 求XXY的最小值 其实都还是一样 不用有很多奇奇就怪怪的想法 说分数我没有看过 求最小值我们不求最大值什么的 有管那么多 怎么样 1加的来列是 题目写什么加什么 我们就列什么加什么 大于等于根号的 OK 这是10 除以后是5 这是乘 sorry 难怪想说要通分 我怎么不记得要通分 写错了写错了 所以这里是分母相乘 是6XY1分之1 同平方 那么你可以把6XY整个乘到对面去 因为XY是正的 所以不用 这个不准它不变 那25乘以6是150 然后再把150除下来 所以XY会大于150分之1 所以XY的最小值就是150分之1 可以吗 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我们在这里写一下这个当 当 2X1分之1 等于3Y分之1 等于 这个10的一半是5 那2X分之1是5 所以2X是5分之1 我把它两边一起导数 2X是5分之1 X其实这个时候是10分之1 3Y分之1是5 3Y是5分之1 那所以Y是15分之1 两个乘起来刚好是150分之1 所以即便是有分式的也还是照用 好那我们这样就上到这里